都是社會變得更好 讓大家的心情 好 我開場到這裡 我們交給孫老師 謝謝Frank的開場 各位 有掌聲喔 這麼好 太棒了 這是一個非常熱鬧的一個開始 我希望待會結束的時候掌聲會更大聲 剛剛Frank有跟各位提到說 我們是軟體自由協會 我不知道剛剛各位聽到了有一些公益團體 然後再跟各位介紹說大家所做的事情 那當然囉 待會我們也會從軟體自由協會的角度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到底這些年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OK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些年對我來講 我覺得最愉快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自由軟體 所以我就有這個機會到處走走看看 記不記得前天 前天有來參加opening 開那個晚會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OK OK 各位有沒有印象 我們可以吃那麼久的那個晚餐 是因為Frank車子拋錨有沒有 所以他就晚一點到 所以各位 他在致詞的時候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他禮拜天 今天是禮拜三嘛 他說他禮拜天 才從那個西班牙回來 對吧 OK 所以 時差應該調回來了 OK 好 那我跟各位講 西班牙這一場呢 小弟我也有跟到 OK 所以各位 你們就知道 我剛剛說我有跟到 那你就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老大 對不對 好 各位 這個呢是禮拜天 我跟Frank 也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參加了 Liberal Peace的一個 conference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在哪裡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很明顯的 怎麼有點中俄的感覺 Frank在這裡 OK 我故意讓他模糊一點 不用看得太清楚 只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有在場 讓大家知道我們有在場證明就好了 OK 這是去年 去年呢其實我不只是去西班牙參加這個 喔 今年 sorry 今年去西班牙參加這個活動 那當然 今年呢 跟Liberal Office有關的活動呢 我們也去的 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在東京 當然就是在日本 也有亞洲的Liberal Office相關會議 好 提到了Liberal Office 那我就蠻好奇的 請問一下各位 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 不要說有在用Liberal Office 好不好 有裝Liberal Office就好了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喔 OKOK 沒有舉手了 下次記得 今天我們參加開演會 怎麼可以沒有安裝呢 我們可以沒有使用 但是不可以沒有安裝嘛對不對 好 因為安裝跟使用可能是兩回事 安裝呢 代表是我支持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做 沒有關係 至少讓大家知道說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支持啊 好 OK 剛剛呢 跟各位提到Liberal Office的Conference 其實你可以看到 當然這個跟開演有關 各位如果你們有興趣 你可以打上Liberal Office Conference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頁面 在這個頁面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2019 2018 2017 2016 哇 每一年呢 都有這些開演的會議 換句話說 每一年呢就是全世界有非常多 支持開演運動的一些夥伴們 大家就聚在一起 今年 是我第二次參加去西班牙 那各位 去年呢 去年呢 我 我有跟到 去年去的地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多特別呢 欸 各位 這個地方有沒有人去過 蒂拉納阿爾巴尼亞 各位 有去過阿爾巴尼亞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沒有吧齁 各位你知道嗎 去年喔 我確定我要去阿爾巴尼亞出差的時候 哇 我多開心啊 因為阿爾巴尼亞想都沒有想像度 阿爾巴尼亞有一天我會去這個地方 甚至 我一知道阿爾巴尼亞的時候 我在想 到底是在哪一周有沒有 OK 好了 當我一確定說 我可以去阿爾巴尼亞參加這個conference的時候 然後呢 當然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趕快訂機票 各位 你知道我訂機票的時候 那個 因為 我們大概有一個固定配合的一個旅行社的業務 你知道嗎 那個業務竟然跟我說 哇 孫老師 我在我們旅行社這麼多年 你是第一個去阿爾巴尼亞的 哇 我說 有這麼特別嗎 然後呢各位你知道 從台灣飛到阿爾巴尼亞多少錢 六萬塊台幣 還好 那個錢不是我自己出的 有沒有 因為有 因為有翁老大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 就是去參加這個國際會議的時候 我們有爭取到的 國際計畫的贊助 包含了機票 包含了住宿 我怎麼覺得今天好像在談旅遊 OK 好 當然 這個也跟自由軟體有關 可是你知道嗎 當時 我就買了機票 買了機票了之後 業務員竟然跟我說 他在那個旅行社那麼多年 還沒有賣到一張 有沒有 跟阿爾巴尼亞有關的一個機票 我是第一個 那我就很好奇 到底阿爾巴尼亞是什麼樣的地方 各位你知道嗎 如果你們有興趣 你們現在到Google 搜尋一下阿爾巴尼亞 你知道嗎 我就真的搜尋了一下阿爾巴尼亞 結果我看到的第一筆資料 什麼資料你知道嗎 歐洲最危險的國家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 各位 放心 我安全回來了 所以我才可以這麼輕鬆的跟各位聊 OK 好啦 各位 這個是這一兩年 很有意思的 因為自由軟體 因為開源 然後我有機會參與了這些國際會議 跟其他國外的朋友交流 OK 各位你不要以為我英文很好喔 英文很好的 很好的是Frank 我是屬於英文很不好的 如果未來各位你要參加國際會議 如果你是屬於英文很好 想要知道什麼表達 那你可以找Frank 如果你是英文跟我一樣是蔡英文 不破英文 這樣講都不對喔 英文不好就對了啦 反正呢 就可以來找我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英文不是很好的情況之下 然後呢 怎麼樣撐過去 OK 好 這個是我跟各位分享到 說這些年來 因為自由軟 因為開源 讓我有機會去開眼界 那剛剛為什麼 剛剛講的這部分 跟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其實我今天想要來跟各位分享的角度 就是因為開源 讓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電腦世界 所以我想要透過今天下午這一個小時的時間 也跟各位分享 到底這些年來 其實這些年來 算一算應該有十幾年了 OK 這十幾年來呢 當然有很多的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去了不同的地方 每一次去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 那我想說 今天我就挑一個 對我影響最深的一次的參訪 一次的交流行程好了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 不是阿爾巴尼亞 也不是西班牙 也不是東京 也不是印度的新德里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挪威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在今天之前喔 就是在座的各位 有人有沒有人去過挪威 有去過挪威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喔 真的有人去過 好兩位 你有去過看他們的電腦教室長什麼樣子嗎 沒有齁 你呢 有沒有看過他們的電腦教室長什麼樣子 沒有齁 太好了 表示我今天講的 就算講錯也沒有人知道 好 所以我很努力地在網路上面找了一些照片 不是這個意思 當然我待會介紹的照片 都是我真的去現場拍的 那我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到底我在挪威看到什麼 當然 當然 因為我是參加了挪威有一個叫Skuelinus的一個國際計畫 這個計畫的是跟Debian有關 好這些名詞都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都是因為開源 因為自由軟體 所以我才會知道這些東西 當然我就把我知道的東西跟各位分享 那既然要跟各位分享我去挪威看到了什麼 那我們就不用巴谷的方式介紹 我就用最輕鬆的方式來跟各位分享 所以各位 不是因為我很混所以沒有做簡報 因為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跟你的朋友分享說 我跟你講 我上次去挪威如何如何 你會因為這樣子做一份簡報給你的朋友看嗎 這太客套了吧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我一定要表達我跟各位之間的親切感 所以我決定了直接讓各位看我拍的照片 可以嗎 那我就從這張照片來跟各位分享起 好 各位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第一張照片 請問一下這張照片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 咖啡廳 各位 你不覺得下午兩點就應該在這種地方嗎 結果今天大家那麼認真地在這裡聽課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個輕鬆的心情 你知道我為什麼挑這張照片跟各位介紹嗎 當然這是在挪威的一家咖啡廳 對我而言它不是只是一家咖啡廳而已 對我而言它的意義是 它呢是我在挪威第一道早餐 第一次用早餐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當然更重要的一個意義是 各位 這是我認識挪威的開始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各位分享 在這次挪威參訪裡面 我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電腦的世界 但我想說如果 因為我這次的參訪 最主要就是去他們的學校 看一下人家的資訊教育 到底跟台灣有什麼樣的差異 在台灣毫無疑問的 我們的電腦教室裝什麼軟體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吧 打開電腦一定會看到Windows吧 對不對 對當你打開Windows的時候一定會有Office吧 各位 知道我現在的電腦教室表達的 那我待會就是要來跟各位介紹 那挪威的電腦教室 裡面裝的軟體跟台灣是一樣的嗎 如果有不一樣 那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這就是我待會要跟各位分享的重點 那為了讓各位感受 我當時去他們電腦教室之前的心情 所以咯各位 你們就跟著我一起感受一下 我認識挪威的開始 OK 好 那我就從這個早餐店談起 首先呢 我說你一看就知道 這只不過是一個咖啡廳 我跟各位講你到挪威 你也找不到美額美 也找不到永和豆漿 早餐只有到咖啡廳而已 各位了解 那一看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五星級飯店 所以咯 請各位跟著我一起去點早餐咯 好啦各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 OK 各位 有看到嗎 這個 就是我站在點餐台前面所拍的畫面 請問一下各位 如果你到這個早餐店 你會想要點這個又大又硬的麵包 可不可以 這肯定要啃一天再啃得完 我 當然不想要帶這麼大的麵包 在我待會兒的行程裡面 所以我就想 嗯 那是不是應該要點一些 欸 比較沒吃過的 或是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 對不對 各位 第一次去挪威 當然你要好好來點一下 看一下挪威有什麼不一樣的早餐 所以你知道嗎 當時我站在這個點餐台前面的時候 我在想 到底吃什麼好 大家都知道 早餐大家都急急忙忙點完 然後就趕快拿了就走 對不對 當我在想說我到底要吃什麼的時候 我發現前面的人已經點完了 然後呢 馬上就輪到我了 接著呢 我當時 就有一個震撼教育 什麼震撼教育你知道嗎 店員就問我說 請問你要吃什麼 你剛剛有沒有嚇一跳 有喔 OK 因為我還沒有心理準備說要點什麼的時候 已經排到我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壓力有多大 這個時候我在想 我我我我 我到底要點什麼好 各位 你知道嗎 看了半天 我發現只有一個單字 我有把握唸出來 你們知道是哪個單字嗎 AGG 你們該不會也一樣看到這個吧 OK 哇 各位 看來如果mitch到挪威 大家可能都點同一道喔 OK 好各位 你知道嗎 當時我就在想 我要點AGG嗎 各位如果你是店員 然後呢 我來點餐的時候 你問我要吃什麼 我的回答是AGG 你一定會覺得這亞洲人怪怪的 然後呢 接下來一定是一連串的英文口試 你要吃哪一種煮法的蛋啊 幾分熟啊 有沒有 OK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好了 為了避免 待會他問我的時候 我答不出來會很尷尬 所以 各位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心裡面在想的是 早知道就去麥當勞 對不對 有一號餐二號餐三號餐 但是那邊 我沒有找到麥當勞 只有咖啡廳 好 這個時候我就想 沒關係 我們就硬著頭皮 好硬著頭皮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線索 什麼線索 OK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線索 AGG的後面有沒有看到 B開頭N結尾的這個單字 欸 不錯不錯不錯 有人有看到 Bagon 好 OK 沒有錯 我當時又在想 全世界每一道西山 應該都有一道叫做 培根蛋 對不對 好 倒裝劇剛好 蛋培根 當然不是啊 這不是倒裝劇的意思 我在想 我回答AGG&Bagon 應該不會有錯吧 所以我就鼓起勇氣 講出了我在挪威的第一句英語 AGG&Bagon 點完了之後 馬上把卡要拿出來刷 很想要趕快逃離現場 你知道嗎 OK 因為太尷尬了 因為很緊張 好啦 各位你知道嗎 這時候呢 店員接著講了一句話 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好 各位不用回答 我也沒有要大家回答 你知道我上次去一個大學演講 馬上底下有人冒出一句話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K 當然不是啦 AGG&Bagon這個發音應該不會很難 我覺得我應該發音很正確來對 你知道他下一句講什麼嗎 各位 他下一句呢 就問我說 我要喝什麼 哇 各位觀眾 剛剛我們都沒有在看右邊 請各位現在點一杯你想要喝的飲料 我知道我有點強刃所難 OK 好 我現在給各位看到的畫面 就是當時我的近視看出去的畫面 有沒有 完蛋了 他們的Menu怎麼寫在牆壁上還超寫 各位 沒有一個字我看得清楚了 這次我就只好憑我的硬要點飲料 你知道我腦海裡面只有想到 只要不要咖啡什麼都好 請問這句英語怎麼說 OK 只要不要 只要不是咖啡什麼都好 那你還點Coffee 那就完蛋了對不對 No coffee 那到底要哪一道 哪有人這麼點餐的 所以咯 各位你知道 那時候的壓力 不是來自於他問我要吃什麼 我那時候的壓力 來自於後面一堆人在等我點餐 你知道嗎 一些老外都在瞪我了 你到底要不要點啊 OK 所以呢情急之下 他問我要喝什麼的時候 我只好憑我的印象點餐了 各位你知道我那時候 一緊張 腦海裡面只有出現三個單字 一個是Latte 一個是Cappuccino 一個是Mocha 哇 三個都是咖啡嘛 不管了啦 就Latte好了 你不覺得我們最容易點的咖啡飲料 就是Latte 好 各位 我點了Latte了 然後呢 我刷完卡了 我坐回我的位置上了 好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這就是我在挪威的第一道早餐 哇 各位 你知道為什麼我把它拍下來嗎 不是因為吃了拉肚子拍照證明 我要跟各位講 這是我有史以來吃過最貴的早餐 請問一下各位 這個早餐在台灣大概多少錢 你看培根 還真的兩條培根 有沒有看到 吐司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荷包蛋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小杯的拿鐵 還不是中杯喔 OK 好 請問一下各位 在台灣各位住的附近 這樣的早餐店 就是一般的咖啡廳 你覺得大概多少錢 這樣好了 會不會超過200塊 你在Starbucks吃200塊的早餐 應該比這個高檔吧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我去挪威兩次 第一次去的時候 這樣的早餐 500塊台幣 哇 第二次去 已經漲到600塊了 有醒了喔 OK 好 各位 你知道為什麼印象深刻嗎 因為這個錢不是他請的 是我自己出的有沒有 OK 如果這是別人請的就算了 對不對 自己掏腰包 花了500塊只是吃這樣 欸 在台灣我可以吃到西題牛排了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OK 所以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我心裡面的想法是 哇 這個國家也太有錢了吧 欸 你知道嗎 在挪威喔 他們一般的民眾早上 隨便吃都是三五百塊的 沒錯吧 剛剛說有去挪威的朋友 應該就知道了 各位 當時呢 我心裡面想的是 哇 那待會兒我們吃完早餐 就要去他們的學校參訪 你就知道我那個時候 心情的變化嗎 因為我想說 我這次大老遠 從台灣飛到了挪威 然後這次要看他們的教室 長什麼樣子 一開始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吃了500塊的早餐 什麼感覺都來了 就在想說這個學校 這個國家也太高檔了 那我就在期待 哇 待會兒我會不會看到什麼樣子新奇的東西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看各位的表情 我可以知道 你們跟我一樣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什麼想法你知道嗎 就是 明天早上還要吃這一家嗎 對不對 這才是我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所以你知道嗎 當我走出了這個早餐店的時候 果然 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在東張西望 對 看一下 這肯定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服務了 OK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接下來呢 我們就走出了這家早餐店 我們就看附近有沒有更便宜一點的早餐店 當我們正在看附近有沒有更便宜的早餐店的時候 哇 各位你知道嗎 我們看到了一盞明燈 有沒有看到這盞明燈 7 各位 哇 有沒有一種小小的興奮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真正看到的不是7 我真正看到的 不然不是這個小姐啦 我看到的是 披薩15塊 各位 剛剛一個人貝根多少錢 68塊 當然不是台幣囉 對不對 OK 那68塊到底乘以幾是台幣呢 當時我去大概就是乘以5或乘以6的時候 那各位可以想像到 68塊乘以5也已經300 400塊了 一杯咖啡100多塊 加起來是不是500塊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所以當我看到15塊的披薩 所以你就知道我在挪威一個禮拜 接下來一個禮拜 我的早餐都吃什麼 沒錯 就是 這是我要跟各位介紹 這一個禮拜我吃最多的就是7的披薩 好啦 各位 各位 剛剛我講到這個地方 嗯 一定有人覺得說 這堂課不是在講開源嗎 怎麼有聽一個人在那邊鬼扯蛋在講旅遊 好好好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我每一張照片 都是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各位分享 首先就從這張照片談起好了 各位 你們剛剛看到7ven 為什麼會有興奮的感覺 會講7ven 各位 這就是品牌價值啊 各位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如果今天這康棒不是7ven的時候 你想這是造什麼店 OK 看到7ven的時候 因為你有印象 你對它一定會有一點程度的好感 那就是要品牌程度的重要性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 有點像我們在看待軟體的應用嗎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我們今天在做軟體的選擇的時候 如果這軟體有聽過 用這個應該沒錯 好像很多人都在用 而且我們對那個軟體有印象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開源自由軟體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軟體聽都沒聽過 這個品牌價值太低了 所以一致於很多人 這個有人在用嗎 這個好用嗎 然後你看 你的思維就往負面的角度 去看待開源的軟體 好 我們再往前追回去好了 剛剛我跟各位提到的這幾張照片 當然有特別的含義要來跟各位談 好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各位 濃味的早餐有這麼多道 我為什麼點的是egg and bacon 很明顯的 我只看得懂egg啊 其他的我連看都看不懂 那我怎麼可能去點啊 我連唸都唸不出來咧 太多的開源軟體大家都唸不出來吧 你就不可能去選擇那些軟體了吧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那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我們錯過了多少的好東西 好 各位 我不是說不想喝咖啡嗎 結果咧 我竟然在這麼多的藥裡面 捲了latte 為什麼 很多人都說我好討厭Windows喔 對不對 為什麼Windows開機那麼慢 為什麼Windows這麼容易中毒 各位 大家還不是在用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的印象當中就只有Windows啊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所以呢 當你的印象 只有停留在某些特定的軟體的時候 當你今天需要做軟體的應用的時候 你的選擇一定跟著你的感覺走 這個感覺就是你的印象 那從我剛剛的點餐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覺得憑我的印象 憑我的直覺 我做的選擇 是最好的選擇嗎 當然這是一個問號 有可能是 有可能不是 但是我只是要凸顯一個概念 我會不會有其他的機會 可以去選擇更好的選擇 會的 但是你們發現到 因為我在我的選擇裡面 我就陷入了一個選擇的迷思 我就憑我的直覺 憑我的印象去做選擇 我當然最後的結果 還是原來的那條路 OK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剛好戴我們這件T恤 這個也是我們這些年 剛好在推自由軟體 之前我們每一年在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會刻意的會有一個主題 剛好我講的 我今天穿這個T恤 剛好跟我剛剛講的這個主題有關 各位有沒有看到 No cross no chrome 有看到這幾個字 還有沒有英文比較好的 No cross no chrome 好這什麼意思呢 各位 你可以看到 這個本來的意思是 cross 就是失字樣 本來的意思是 沒有耶穌基督的 沒有耶穌的犧牲 怎麼會有後來的榮耀 我說這個是英語的諺語 那當然這個諺語 幫我們把它衍生成 沒有經過的苦難 怎麼會有後面的 就所謂的中文的意思就是什麼 先苦後乾嘛 不經一番韓側骨 什麼哪得梅花鋪鼻香 好文言文喔 自己都起雞皮革拉的 好 那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就把它延伸一個 在這個slogan裡面呢 我們那時候在推動自由軟體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有所謂的鐵道 當然各位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有沒有看到火車的鐵軌 如果我的火車原來的路線 都是原來的路線 那當然我看到的風景 都是原來的風景 可是你看到火車鐵軌堆跟鐵軌之間 不就會有一個什麼 那個東西叫做倒叉 就是火車轉換跑道的那一個點 那個叫倒叉 剛好是一個x十字架 好 那我們就說 no cross no chrome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跨越 那一個倒叉 那我怎麼可能會走到新的路線 如果沒有走到新的路線 你怎麼會看到新的風景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中文的延伸的意義 就叫做跨越才會發現新的可能 可以嗎 好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跟各位分享的重點 好了 那我已經跨越了一個非常大的鴻溝了 我到了挪威了 接下來就進入今天的鐘頭戲 結果呢 我就吃完了這頓早餐 那我就到他們的教室去參訪了 好 各位我們接下來就趕路去囉 好 各位中間的這個過程就不看了 直接到他們的學校 哇 各位 我們去的地方呢 不是鄉下地方 有看到嗎 我去的地方是他們的首都 奧斯路 歐斯羅 各位看到 好 來吧 既然我們都已經到他們的學校了 我想我們還是做一下功課 稍微查詢一下 到底挪威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好 各位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現在呢 到維基百科上面 稍微google一下挪威 嗯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們google了挪威 你會看到哪些內容呢 好 我把畫面稍微放大一下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OK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欸 各位 我發現那個國歌的歌名很有意思耶 對 我們熱愛祖國 我們就不可能用這個當國歌的歌名 對不對 這個爭議太大了 好 來 各位我們往下看 各位 有沒有看到 我去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各位 北歐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這是英國 這是法國 我們這次去了西班牙在這裡 OK 挪威 挪威的首都呢 OK 各位 奧斯陸 已經接近北極圈了 非常北的一個地方 好啦 各位 重點 重點 我要來跟各位講的 你知道嗎 當時呢 要去挪威之前 我有稍微查詢了一下 挪威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各位 為什麼人家的早餐 一噸要500塊台幣 喔 各位 請大家看一下人家的GDP 我們才多少美元 兩萬多美元 人家八萬多美元 有沒有 全世界第三名 可以肯定的是 第一名跟第二名 一定不是台灣 對不對 人家是500塊的早餐 我們是50塊的早餐 怎麼跟人家比 好 講到錢 太熟氣了 那接下來 我要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WOW 各位看到了嗎 人類發展指數 WOW 這是什麼 就是除了錢以外 你再加上教育啦 文化啦 各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 綜合的評比有沒有 各位 挪威第一名耶 你可以查一下 台灣第幾名 可以肯定的 應該不是第二名 也不是第三名 OK 各位 我要跟各位講 待會我要去參訪的地方 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已經夠清楚了 除了它是一個早餐500塊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先進國家 可以嗎 好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到他們的教室去參訪了 好 各位 睜大眼睛 看一下我們會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OK 好 接下來我們一樣趕路去了 好 走到他們的教室門口了 各位 今天最重要的一刻 要揭曉了 我們要來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我在挪威的電腦教室 看到了什麼樣的 不一樣的電腦世界 好 請各位睜大眼睛 看一下下一張照片 你將會看到什麼 各位怎麼那麼平靜 你知道為什麼說 各位怎麼這麼平靜嗎 因為前陣子我去一個女中演講 我問同學說 同學 你們看到什麼 竟然有人尖叫喊帥哥耶 哇 我想說 同學你們也太熱情了吧 OK 突然間我發現到 如果你剛剛在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到帥哥美女的恭喜你 表示你的心還是一顆年輕的心有沒有 還有心跳的感覺 如果你剛剛是很務實的在 蛤 電腦怎麼那麼舊 表示你已經上了年紀了 剛剛你們是屬於哪一種的 自己心裡有數喔 OK 好啦 當然啦 今天的重點不是跟各位聊帥哥美女 今天的重點是在跟各位聊 到底 到底螺會的電腦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OK 當然 除了舊了一點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們再往下看 好啦 首先呢 我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各位 當然啦 我不曉得各位 你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要問我 當然不要問我說 這個幾歲 肯定比大家年輕 好不好 這才國中二年級 哇 看起來超成熟的 國中二年級 沒錯 好 OK 當然一定還有人會問我說 說這張照片 這幾年前拍的啊 好吧 各位 我也不賣關子了 我就直接跟各位講 我去挪威的時間呢 分別是2009年跟2010年 所以這些照片差不多是10年前拍的 OK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知道嗎 10年前台灣的電腦教室 我說各個學校 包括偏鄉地區的電腦教室 早就已經換一金螢幕了 真的 好 你可以想像到 我第一個震撼呢 就是 欸 你們國家這麼有錢 怎麼搞的 我們跑那麼遠 飛了二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來看比我們舊的電腦 各位 聽懂我的意思喔 我心裡面的反差在這裡 你們的早餐可以500塊 電腦就要是怎麼那麼的久 而且喔 如果你仔細一看 怎麼還有兩三個同學 有沒有 一起用同一台電腦 你看三個同學幾一台電腦 OK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心裡面在想 我到底要來挪 我到底這一次來挪威 到底要看 看什麼東西有沒有 好 這個時候呢 欸 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上課的老師 各位 一看就知道 這個老師應該是什麼 電腦老師 電腦老師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的技術 跟他的身材成正比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啊 OK 好 各位 我現在要跟各位講的是 一開始我還真的以為 這一位是電腦老師 後來我發現 天啊 這些老師竟然不是電腦老師欸 而且我剛剛還跟他聊天 聊得很開心 你知道一開始 總要稍微交換名片 認識一下彼此 當然在開源的事情 不太交換名片 只是嘴巴口頭上說 我是哪裡來 你是哪裡來的 這樣子有沒有 那個老師當然有問 我說從哪裡來的嗎 好 OK 然後我就說台灣 各位他眼睛真大欸 喔 我以為他來過台灣 你知道嗎 後來你知道 他其實沒有來過台灣 但是他為什麼對台灣 很有印象 因為十年前的台灣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產品 怎麼說呢 各位 十年前的台灣 有一個很厲害的產品 十年前 相當於是iPad開始流行之前 有沒有印象 EPC的時代 小筆電的時代 喔 各位都已經是過去式的 EPC應該有印象吧 對不對 Acer啦 ASUS啊 不是那時候都大概 對 小筆電啊 那個大概是一萬塊以下 小筆電啊 對吧 各位有印象吧 後來平板出現了之後 就被淘汰掉了吧 各位有印象 你知道嗎 十年前台灣 說真的 歐洲人對台灣的印象 就是Acer ASUS 所以當我跟他聊 我是台灣來的 因為我在電腦教室嘛 他當然跟我聊電腦啊 他就跟我聊Acer 聊ASUS 你知道我越聊越尷尬 尷尬的地方在哪裡 我帶去的電腦 不是Acer也不是ASUS 各位 而且還是聯想的 很想要把它摔了 當然我沒有做這個事情 好 這告訴我們 以後出國的時候要愛用國貨 至少要帶一個 有Made in Taiwan的 有沒有 各位你們身上有沒有Made in Taiwan的東西 檢查一下 確定有才可以出國 好 各位 所以當時你知道嗎 就是我跟這個老師在聊的時候 在聊電腦的時候 我看到挪威歐洲人 對台灣的印象 台灣是科技大國 電腦大國 我們當然因為Acer 因為ASUS 我們也餘有榮顏 我們會有那種台灣之光 被感染到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你知道嗎 在我這張課裡面 我聽完了這個挪威的老師 介紹完的時候 天啊我心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反差 這個反差是什麼 在外國人的心目中 台灣是科技大國 我們是硬體的巨人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參加了這場交流會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根本是軟體的侏儒 我們自以為 我們電腦很會很厲害 你會發現 人家用電腦思維 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就是我待會要來跟各位介紹的 十年前 我想要跟各位對照的是 各位你不要以為說 孫老師你怎麼講那麼舊的故事 我想要讓各位待會感受一下 我剛剛說的 我待會要說的是 發生在挪威十年前的東西 我們現在來看 你會覺得這是很落伍的呢 還是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我們待會來感受一下 好不好 那我就接著呢 就來談這個老師上課的內容 好 首先呢 當這個老師開始上課了嘛 對不對 那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專心的聽這個老師上課 好 那各位 這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說真的 那個時候呢 我一開始還真的是以為 這一節課是電腦課 所以我是用聽電腦課的心情 在看待這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嗎 當老師前面講了一大堆開場白之後 要同學打開電腦 然後要同學開始軟體的時候 然後我才知道 蛤 這節課不是電腦課 那各位你們知道這節課是什麼課嗎 猜猜看 社會 不是 什麼 什麼課 欸 數學 沒錯 數學課欸 天啊 我從台北 然後呢 飛到了挪威二十幾個小時 竟然到這邊是來上數學課 各位你知道我最討厭數學的 我說我念什麼系的 你就知道我有多討厭的 我念的是大眾傳播 有沒有 就是人家說 你再不好好念書 就去當記者那個科系 還好我後來沒有去當記者 OK 好啦 各位 你可以知道我對數學 基本上不是討厭他 是他也很討厭我對不對 怎麼這麼小的都還學不來 好 可是呢 我飛到了大 你有沒有發現你越討厭的東西 又會狹路相逢 竟然在挪威又遇到了數學 好 那這個時候我就在想 天啊 我怎麼會在這邊聽數學 而且各位 你知道最特別的一件事情是 我竟然經歷了一個 我終身難忘的數學課 就是跟以前一樣 完全聽不懂 但是我竟然看得懂 這個老師在教什麼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關鍵點 我在台灣也聽不懂嗎 但是我在台灣卻也看不懂 對不對 可不得挪威不一樣 我不只是聽不懂 但是我卻竟然可以看得懂 這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因為這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就叫同學 同學打開電腦有沒有 然後呢 開啟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叫什麼呢 好 那這個部分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在念書的時候 我那個年代是用白板黑板 老師是用數學課 可以用黑板白板教學的 那我不曉得 在座的各位 你印象當中在念大學之前 我們在上數學課的時候 你們老師是用數學軟體 教各位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完全沒有 表示我們都是同一個世代的 OK 我們都是黑板白板這個generation的 哇各位 十年前欸 挪威的老師就用數學軟體在教數學 各位你知道當時我第一個想像是什麼 在台灣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為什麼 我唯一想到在台灣 數學跟電腦會有關係 只有一種可能 什麼可能你知道嗎 就是這一節課 是電腦課 結果被數學老師調去補課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這是我唯一想到數學跟電腦有關的 因為電腦不重要嘛 數學比較重要嘛 所以有可能我們不上電腦課 上數學課 各位了解齁 可是我進來在挪威 看到了老師帶學生在電腦教室上數學 怎麼上的呢 好 各位來吧 這就是我現在要來跟各位介紹的 這時候我就認識了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是什麼軟體 我就把它打開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老師在上的軟體 我不曉得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人有聽過 這個軟體叫 GEO G-E-B-R-A G-Argebra 哇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軟體 好 各位 看到了嗎 GEO G-E-B-R-A G-Argebra 這個軟體 免費在線數學工具 有沒有 我在網路上搜尋就看到了這個部分 好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在今天之前就已經知道G-Argebra這個軟體了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OK OK 只有一位耶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軟體的 還是你很後悔舉手 OK 真的自己有在用喔 但是是老師教的還是 朋友在用 然後就跟著用 OK OK 那那個是在唸書的時候還是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想要用這個 喔 那蠻特別的喔 OK OK 好 那各位如果你們對G-Argebra的使用有興趣 也許可以跟這位同學交流一下 畢業之後還想要用這個 很特別 好 再說各位 你跟我一樣 我們都沒有經歷過對不對 好我先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軟體 各位 你知道這個軟體什麼時候就有了嗎 來各位 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在維基百科上面 打上G-Argebra 好我到維基百科上面打上G-Argebra 你看一下 這個軟體什麼時候就有了 OK各位 G-Argebra你在維基百科上面找找看 喔 維基百科上面看到了G-Argebra這個軟體 如何呢 各位 這個軟體 20幾 2001年就有了 然後呢 這個軟體呢 它的授權是什麼授權呢 OK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授權呢 是GPL授權 欸各位 我們這一次在談開源 很多軟體都是開源授權對不對 那這個軟體呢 很明顯的 它是奧地利什麼 薩爾之堡大學所創建 2001年就有了耶 各位 各位有沒有看到 2001年距離現在 請問已經幾年了 2001年距離現在 18年了耶 請問一下各位 18年前 你還是學生的 不用舉手啦 我怕很多人不是 好 18年前 你是學生的時候 就有了 你知道嗎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各位 你們老師沒有用這個軟體 來教大家數學 是因為這個軟體不夠好嗎 還是 還是什麼原因 好 不管 總之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十年前 我看到倫薇老師 怎麼用這個軟體的 好 OK 首先呢 因為呢 老師在上這個數學課的時候 那各位你要知道 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當然沒有裝這個軟體啊 但是老師在教學 那你總要配合演出一下對不對 我就跟著下載 好 所以呢 我就到George Brother的網站 然後呢 到了這個網站的時候 當然囉 各位我們是不是就要去下載這個軟體 好 那我就來下載一下這個軟體 好 各位 來我現在呢 就點到了這個軟體 然後呢 點了下載 OK 我點了下載了之後 好各位我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當時的雲端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我要讓我的電腦有Windows 我的電腦要有George Brother這個軟體 我總要下載執行檔吧 下載執行檔了之後 我們要安裝起來才能夠用到 好 各位來我現在呢 操作給大家看 好 我現在呢 就存檔 然後就開始下載 OK各位 我現在的網路速度應該還OK啦 但是呢 我們來稍微來看一下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我現在在做的操作 哇天啊 還有四個小時 還有幾個小時 我那一節課的參訪 我跟各位講 那一節課大概四五十分鐘 就一節課嘛 等到老師上完課 我軟體還沒裝起來 你知道嗎 各位 你知道這是一個多麼落後的一件事情 我問一下各位 我們在Windows的世界 不就是這麼用電腦的嗎 我們的Windows裡面 要有什麼樣的軟體 當然就自己想辦法下載執行檔 然後呢 安裝起來 執行檔沒有下載好 你怎麼安裝呢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現在在使用Windows 是不是還是這樣子做的 當然是啊 可是 各位 從現在這個角度 我們來看待這件事情 各位 你不覺得很落伍嗎 在Windows的世界裡面 在安裝軟體 我們還在下載執行檔 然後快點兩下 然後安裝 然後下一步 請問一下各位 你現在呢 各位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吧 你的作業系統 肯定不是Windows吧 在座應該沒有人拿Windows Phone吧 不用舉手 沒關係 各位 如果你是iPhone 你是Android手機的人 這是不一樣的作業系統 對吧 肯定不是Windows 請問各位在Android 在iPhone裡面 你在裝APP的時候 還要下載執行檔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有可能 你那個是山寨版的手機 還要下載執行檔 還要快點兩下 還要下一步 下一步 OK 我們都知道 不是有一個App Store嗎 不是有一個Google Play嗎 哇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作業系統 都在幫我們做一個連結 什麼連結 幫我們整理非常多的應用工具 我跟各位講 App Store 還有那個 所謂的那個Google Play 在自由軟體的世界裡面 很早就有 所謂的套件庫的安裝的部分了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可是呢 在Windows的世界裡面 我們就覺得 就這樣就好啦 OK 你如果又 我們現在看到了 App Store 跟Google Play 來看Windows的安裝 你不覺得Windows 是一個非常 非常落伍的作業系統 各位聽懂我現在跟各位表達的 因為安裝就是怎麼安裝 然後呢 移除呢 到控制台 然後再移除 就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 還沒下載完喔 好吧 算了 OK 可是呢 我現在要告訴各位的一件事情是 你看喔 我現在呢 回到這個畫面 不就還好 這個年代 已經是一個網路的時代 雲端的時代了 所以呢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各位 因為雲端時代的來臨 所以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我可以直接有瀏覽器 我就可以直接按繪圖了 各位看到了嗎 有看到這個落差 當我還在用Windows的思維 在使用軟體的時候 我還要等下載完才有辦法安裝 當我們今天已經進入到雲端的時代 這代表的是什麼 我有瀏覽器可以上網 就可以了 對吧 當我連到網路上面 我就可以找到我要的應用的服務 好各位 你看喔 我現在呢 在這個應用服務裡面呢 很明顯的 請問一下各位 我現在在使用這個服務的時候 我需不需要安裝 我如果使用的是雲端的服務 基本上 我是不需要安裝的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呢給各位看一下 好 我先確定一下 我現在的網路的連線 確定一下 好 OK 好 那我連我自己的好了 好 確定有連線了 好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現在呢 這個部分的呈現 我想要表達的一個意思是 各位 很多人 在使用電腦的時候 有一種感覺就是 非Windows不可 那是因為 你找到了執行檔 你一定要沾裝在Windows下 那你才非Windows不可啊 聽懂我的意思 可是現在這個時代 還有非Windows不可嗎 你的手機是Windows嗎 你的平板是Windows嗎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雲端時代 這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能夠上網 很多瀏覽器 很多時候你只要有瀏覽器 你就可以做到你要做的事情 你安裝都不用安裝了 我這樣講沒錯吧 有沒有比Windows的思維更進步 肯定有吧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跟各位表達的一個概念 我剛剛這樣講 其實我不是在批評Windows 看各位的表情 對 你就是在批評 沒有啦 我只是要表達說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到 原來軟體的世界裡面 我們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有真正的去思考過嗎 換句話說 當我們的思維 已經跳脫到Windows的思維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發現 我就沒有非它不可的限制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到底我在這一節課看到了什麼 好 各位 首先呢 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時候呢 欸 各位可以看到 我說我這一節課完全聽不懂 這個老師在講什麼 看各位的表情有點瞧不起我的樣子 我一定要考一下各位 你知道嗎 這一節課老師在教的是什麼 在教的是跟三角形有關的 外心 內心 重心 什麼腳平 分線 中垂線 剛剛我講的這一串 能夠用英文講出來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各位就是都是專用名詞 我當然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 你只能用看的 看這個老師在說 我們一起打開這個軟體 然後呢打開這個軟體了之後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打開了這個軟體 然後 欸 老師這一節課在教什麼呢 好 各位 我就稍微脈弄一下 因為我要讓各位感受一下 我當時看到的東西 嗯 點一下 點一下 各位 有沒有發現到 老師這一節課在上什麼 三角形啊 想也看也就知道了 好 三角形的什麼呢 說真的 我還真的不曉得 他在上三角形的什麼 但是 各位觀眾 有沒有發現 因為啊 老師當 那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聽不懂 所以我特別專心 還好我的電腦是中文介面 我至少可以對位子吧 各位 這個時候我們要感謝 軟體的世界有所謂的多國語言 我今天管你是什麼語言 反正我們的按鈕都在同一個位置 不是嗎 好 那我就跟著 跟著老師的操作 欸 就對對對 欸 老師就對到了中垂線這個位置 然後呢 接下來老師點了中垂線之後 欸 各位 再來呢 在中垂線每一個斜邊上 點了一下 點了一下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 喔 三角形 三條中垂線的焦點 各位你知道嗎 當時呢 老師呢 就把這個三角形 三條中垂線的焦點 點出來之後 讓我們看到了 這個焦點呢 是低 接下來他就問同學們 請問三角形三條中垂線的焦點是什麼心 三角形三條中垂線的焦點 很好 幫我問了一次題目 有聽懂了 再來 謝謝你的副手 各位有沒有聽清楚 題目 三角形三條中垂線的焦點是什麼心 沒有把握就不要回答 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來回答 三角形三條中垂線的焦點是 你的內心比較強大喔 因為你一直在爭取應該是內心吧 那外心的人有沒有在爭取一下外心 外心 外心 你要不要在爭取 內心 因為一看就知道在裡面嘛 對不對 我跟你是一樣的 所以你應該也是大傳戲的齁 你也是當記者的 沒有啦 開玩笑 開玩笑 OK 好啦 各位 這一期的答案 外心 我們給回答外心的人一個掌聲 好不好 OK 哇 為什麼是外心 你知道我那時候有困惑 明明是在三角形的裡面 怎麼會是外心呢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OK 好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我記得我們以前呢 在上這個數學課的時候 什麼外心 內心 重心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背的 對不對 如果你是背中心 背內心的人 當然 除了背 當然啦 除了重心 內心 還是什麼外心 什麼一大堆的熱心 我不曉得各位你以前背的記憶是什麼 總之你好像一直在背口訣 有沒有那種感覺 那你知道挪威爾老師 怎麼樣讓同學看到 他真的是外心 因為這個心呢 是唯一呢 會跑到外面來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外心的一個情況 OK 好 各位 你看喔這個時候挪威爾老師 基本上呢 他就做了這個操作 他就讓學生看到說 欸 你有沒有發現到 原來這個心 它真的有時候在外面耶 有時候在裡面耶 哇 各位 你用別的試試看 應該就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吧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喔 欸 老師就讓大家看到 有時候在外面 有時候在裡面 好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是老師 你接下來會想要問大家什麼問題 當然是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在三角形的外面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在三角形的裡面 對吧 好問題 所以呢 老師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就做了一個什麼樣的示範呢 他就把這個三角形呢 變成 直角三角形 欸 太好了 我就把這個三角形呢 變成 直角三角形 好 OK 哇 各位有沒有很清楚的 看到了直角三角形 外心在哪裡 斜邊上欸 斜邊的哪裡 中間欸 對不對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到 欸 你就 對這個部分有沒有印象 就很深刻 觀念就很清楚 接下來老師呢 就從直角三角形開始變化 當然 那個老師呢 有做了一個非常高檔的操作 喔 角度 有沒有 他點了這個角度 然後呢 一個點 然後呢 兩個點 三個點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 拉出了角度 各位看到了沒 現在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當然是90度囉 好 然後呢 老師呢 接下來的操作就是 當我們的三角形是變成 大於90度的 鈍角三角形的時候 你看我變成 大於90度的鈍角三角形 各位 外星往外面跑了 而且它的那個路徑 各位都看得到吧 當三角形變成 小於90度的 銳角三角形 哇 各位 外星在三角形的裡面欸 你有沒有很清楚的看到外星的變化 應該有吧 各位 十年前 我去挪威的第一個震撼教育 原來數學可以這麼學 各位 我就知道 我被我們數學老師誤了多久 當然不能怪數學老師啦 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的學習方式跟這個的差異在哪裡 我們以前的學習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黑板白板世代的 我們學到的是片段的知識 你知道我們以前老師超厲害的 上課的第一件事情 什麼話都不說 我一到教室就先畫三角形 屁股對著大家 先畫三角形 直角 頓角 銳角有沒有 畫完了三個角形 畫完了之後 好 看圖說故事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直角三角形 它是這樣子 好沒有 OK 那頓角三角是銳角三角 好 知道了齁 好 擦掉了 再畫一個 各位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經歷那個世代的人 我問一下各位 人家十年前 挪威早就用電腦方式 然後來學數學了 那如果我們現在的孩子 還在用黑板白板呢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在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學校台灣的老師 不教這個軟體 是因為這個軟體不夠好呢 還是什麼原因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 如果 如果我們的數學老師 他知道這個軟體 但是 教這個太若武了 我用手教的這樣子比較厲害 我用白板黑板比較厲害 Fine 我尊重老師的專業決定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我剛剛的表達是 如果我們老師知道這個軟體 也知道其他的數學軟體 最後 經過他的專業判斷 用黑板白板的學習是最好的 OK 我尊重你的專業嘛 可是 如果今天 我們的老師 連這個軟體 知道都不知道的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我們的損失耶 只要我現在跟各位表達的一個概念 當然我不是要跟各位講說 數學一定要這麼學 我只是要跟各位表達 難道我們在看到的數學方式裡面 你不覺得這也是一種學習的方法嗎 我們不是說 我們希望要讓我們的學習更多元嗎 結果我們都不曉得 同樣一件事情 有多少學習方法 有多少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學習 那我們還一直在講說 我們要讓我們學習更多元 你不覺得這有點空口說白話的感覺嗎 OK 那各位你可以想像到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觀察到 台灣 為什麼大家不教George Bra 很大的一個問題 不是 這個軟體好不好用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是 連這個軟體的存在都不知道 各位 這就是我們現在 為什麼需要再開原世界的努力 因為有很多的軟體 我們都不知道它的好在哪裡 不是因為不知道它的好 是我們連它的存在都不知道 所以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看完了這個數學課之後 哇 感觸很深 我在想說太好了 我終於知道我要來挪威看什麼樣的東西了 所以當老師把畫面有沒有 切給每個小朋友做練習的時候 欸 各位 這個時候 每個小朋友在做練習的時候 好 那你看喔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我這個時候 我就開始 我開始呢 欸 就看一下 這個 這個學生的練習的畫面 OK 各位看一下 學生練習的畫面 因為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那大概這是十年前舊版的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那個數學軟體 三個小朋友一直在操作 他們就是要體驗一下外星的變化 有沒有 哇 這時候我就跟小朋友借一台電腦 欸 小朋友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 然後看一下他們電腦裡面還有哪些好東西 然後我就點開來 唉唷 他們這台電腦裡面竟然不是Windows欸 各位 沒有錯是Linus 是Linus也就算了 我更驚訝的是 這台電腦裡面 竟然裝的軟體 跟台灣有很大的不同是 除了 你可以看到喔 我發現在台灣 我們會安裝的軟體 它都沒有裝欸 各位想像一下 你印象中台灣的電腦教室 裝哪些軟體 Windows Office 還有咧 想像一下我們在電腦教室 曾經學過什麼課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電腦教室 裝什麼軟體都是 看學校有買哪些軟體的授權 看學校老師教什麼軟體 我們才裝什麼軟體 基本上老師沒有教的 老師 或者是學校沒有買的授權 我們是不會額外安裝的 對吧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Windows的世界裡面 軟體安裝的越多 開機越怎麼樣 唉唷 大家都知道喔 OK 好好好 各位 所以我們都知道 我們沒事幹嘛在Windows 裝那麼多軟體 可是我很驚訝的是 天啊 這台電腦裡面竟然裝 100多個軟體欸 十年前欸 你說在台灣我們會做這種傻事嗎 沒事幹嘛在Windows 裝100多個軟體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好 那這個就是我第一個 打開他們的電腦 看他們的電腦裡面 驚訝的地方 不是Windows就算了 裡面還裝100多個軟體 而這100多個軟體 有一半以上的 都是我沒有看過的 而我們在台灣安裝的軟體 它這裡都沒有安裝 各位 你知道當時 我就 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這個震撼的原因是 挪威欸 比台灣有錢的國家欸 竟然他們的電腦不是用Windows 竟然是用Linus欸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好 因為你知道嗎 當時十年前台灣已經在開始推動自由軟體 也在推動Linus 台灣十年前推動最成功的 最有名的應該是花蓮 宜蘭 好 那個Frank也許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個時候 那個叫什麼計畫 毛慶珍老師那個 還有什麼萬榮莊 總之 你知道台灣在推動自由軟體 都先找誰架手 最偏鄉 最沒錢的地方下手 所以大家都想 這一定沒錢的才用嘛 哇 各位我去挪威欸 剛剛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500塊的早餐 我給各位看 維基百科上面寫的 那個人類指數最高的有沒有 就是要讓各位看到 我心情的反差是 這是最先進的地方 卻是應用的是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電腦的世界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努力的 有沒有 把筆拿出來抄 抄這個軟體 各位 我回來的時候就好寫報告了對不對 我這次到挪威認識了哪些哪些哪些軟體 當我在抄的時候 挪威老師就走過來說 看我很認真的在抄 他說你幹嘛抄那麼辛苦 這老師夠意思 他就給我一張光碟片 那張光碟片呢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知道 Kanapix 在座的人 有人知道 好 你知道那個光碟片 就是所謂的Live CD 也就是說 他們整個系統 已經做到CD上面了 你只要把CD有沒有 放到電腦裡頭 然後電腦打開來 你就進入電腦的世界了耶 可以聽懂我的意思 好 各位 你知道這樣的一個技術 Live USB 已經有了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各位 請問一下各位 你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就用隨身碟 或者是光碟片插到電腦 然後電腦打開來 你的電腦就進入到Linear的系統 你有做過這件事情了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OKOK 對 各位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 十年前在台灣這件事情還不普及 你知道嗎 當然十年後的現在也是不普及 OK 所以我待會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十年來我們就看到了這麼多的軟體 然後我們把它收集起來 我們收集了之後發現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軟體 基本上都還沒有被翻譯成中文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OK 看各位的表情覺得好像還好 當然有一派人的說法是 你知道嗎 為什麼台灣現在大家英文能力那麼差 就是我們中文化做得太好 對不對 如果介面都是英文 大家英文都會很好 當然各位千萬不可以用這樣一個思維 OK 好啦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不要說什麼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剛剛我在跟各位做示範的時候 各位的感覺是什麼 欸 孫老師 你剛剛怎麼一直在用簡體 好啦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是不是很隨性的 我直接在網路上面打上什麼 Juagebra 沒錯吧 我打了Juagebra之後 我到Juagebra官方網站 然後呢 我看到的預設是什麼 簡體 簡體中文 我們當然看得懂簡體中文啊 可是 如果 你 如果你想要堅持一個正統 你覺得想要用繁體中文 我告訴各位 梅德選美 OK 我不知道各位現在的感受是什麼 中文化這麼重要 蛤 對 後來 嗯 OK 這件事情我們不關心誰關心 對老外而言 你們不是都用中文嗎 幹嘛分那麼多 我們自己也這麼看英語系 都是英文啊有差嗎 如果我們覺得沒差 當然就沒差 如果我們覺得有差 那當然我們就要去想辦法讓這件事情做一些改變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你知道嗎 現在這件事情都是靠民間的力量在做的 那我要跟各位講 我去挪威收集了這100多個軟體 我說有一半以上的軟體 問題就是在哪裡 就是中文化不足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好可惜 在台灣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在使用軟體的第一個門檻 如果我打開來只有英文介面 基本上大家就不會想用這個軟體 因為不熟悉不習慣嘛 你就會排斥嘛 那你就很難讓一般的人去接受這個軟體 你會聽懂我的意思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我有參與到教育部的計畫 所以呢我們就很希望 這麼棒的教育類的軟體 可以有人來做翻譯 所以當時 我就想辦法去把這些軟體收集完了之後 然後來再看一下這些軟體 他的 這些軟體中文化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進行的 好 首先呢 我們就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看 我剛剛是不是跟各位介紹挪威電腦教室裡面的系統 那你知道這100多個軟體長什麼樣子嗎 欸各位 你們想要看一下挪威的電腦 想要知道挪威的電腦長什麼樣子的 還有一點時間 想要知道的 可不可以來點掌聲 我先確定講 好好好 OK好 那個Frank本來是講到一點就要結束了 因為有掌聲 我就繼續講下去 OK OK 有各位的認可 我都繼續再講下去 好 所以呢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的這個技術 我已經把整個挪威電腦教室的系統 有沒有 我把它裝到我的電腦了 那我現在呢 為了讓各位看到我挪威電腦教室裡面的系統 各位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的電腦是Windows 10 在Windows 10裡面的系統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安裝了哪些軟體 毫無疑問的 它是按照ABCD的順序 這樣子排列的 那基本上呢 如果我在Windows裡面裝100多個軟體 這就是一個夢魘了 對不對 你的軟體就會亂成一團 很難找到 好 那我說現在的技術已經做到隨身碟了 那我現在已經把這個隨身碟的技術呢 放到我的硬碟裡面了 好 那我今天不是談技術 那我現在就來跟各位介紹 各位 那我現在要重新啟動 按錯了 按錯了 要按Shift了 你就知道我對Windows多不熟了 OK 為了這場演講 我就進入到Windows 還好還蠻快的 還好 是是是 OK 各位 還好現在已經很短的時間 就那個了 OK OK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我現在呢 重新開啟了 那我說 如果你沒有感受到這個技術 我希望各位在這個禮拜呢 能夠感受一下 原來我們的電腦本來是Windows 我只要了解到 所謂的雙系統的概念 可以讓我的電腦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個系統了 這種感覺就好像 各位如果你是拿Enjoy手機的人 你難道不希望 我只要做一個安裝的設定 我的手機就變iPhone了 對吧 那iPhone的人 你難道不希望 你裝了一個東西 你就變Enjoy了 看過的表情好像不會 OK iPhone幹嘛變成Enjoy對不對 好 OK 好各位 我廢話還沒講完有沒有 那我的電腦現在呢 已經進入到這個畫面了 好各位 請問一下各位 我這樣的開機的速度 各位還可接受嗎 基本上我剛剛的開機 我剛剛不是休眠了 我剛剛是有沒有 重新啟動 基本上差不多10秒鐘左右而已 你可以看一下 挪威電腦教室裡面的系統 包含了多少軟體 哇 各位有沒有看到 辦公室應用 在挪威電腦教室裡面 辦公室應用 我現在是統一輸出 OK 好 來我看一下 OK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呢 給各位看到的這個部分 我現在先確定一下 我現在沒有統一輸出 OK 我現在把我的投影呈現 跟我的電腦是一樣的 OK 統一輸出了 我現在呢 把我的輸出的介面 可以看到 再做一下這一段切換 各位都知道 投影機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多段切換 好 所以我現在先把它切換到 最適當的一個狀態 讓我的畫面 可以跟這個投影機是一樣的 好 OK 我再做一段切換 好 OK 我現在兩邊都是一樣的了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很明顯的看到 這辦公室應用 裡面呢 各位預設裝的是LibreOffice 然後呢 還有新制圖 Xmine 圖表繪製 專案管理 電子書 還有呢文件編輯 甚至PDF的應用 這邊你大概看一下 應該有二十幾個吧 再往下呢 美術設計 哇 各位有沒有看到 美術設計裡面呢 我們有看到有GIMP 有Inkscape 這兩個軟體呢 分別可以媲美Photoshop 跟Illustrator 這樣的一個軟體 還有呢 類似InDesign的排版軟體 有沒有人最近想要燙頭髮 懶頭髮的 連髮型彩妝都有了 好 然後呢各位有沒有看到 相片管理啦 影像剪取啦 2D制圖 3D制圖 3D動畫 影像掃描 有沒有 還有這麼多跟色彩有關的 這裡面應該有二十幾個吧 再往下呢有沒有看到影音 影音類的軟體呢 欸各位 來我就順便這樣好了 一邊介紹 一邊開一個桌面錄製軟體好了 我就把我待會兒的操作乾脆把它錄下來好了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到 接下來呢 3 2 1 倒數計時 我現在呢所有的操作呢我都把它錄下來 好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現在呢看到的是 剛剛看到的是這個影音擷取錄製軟體 那另外呢 這邊有一個叫OpenShot的影片剪輯軟體 好OK 那我就暫時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呢第二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除了影音軟體之外 哇這邊呢我一定要跟各位介紹 像剛剛我介紹的這些軟體 其中有一個最特別的軟體 3D動畫的軟體有沒有 Briender 好OK 3D動畫的軟體 這個可以媲美3D Max跟Maya 我們預設都可以裝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麼流暢 還有啊我剛剛不是有跟各位說的 類似Photoshop的軟體 GIMP 你看一下我開啟的速度 各位應該還算流暢吧 好OK 然後呢再來類似Ellotrator 我現在講的類似 你看有點悲哀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聽過這個軟體 但是你聽過Ellotrator 如果我今天跟各位講說 好Ellotrator是一個類似Inkscape的軟體 大家一定不懂 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好了各位 那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這些 還有哪些啊 除了辦公 美術設計 影音 還有網際網路 意志遊戲 還有了教育學習 哇各位你知道這個教育學習 我們就收入了100 這裡面都有很多的動畫模擬教材 那這裡面從幼稚園開始 到國小到國中 每一個項目點進去 我們都還有更多的項目 那這裡呢 我就不跟各位多說了 因為這裡面還包含了很多的意志遊戲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們這邊呢 還有一些諾貝爾獎得主的計畫 諾貝爾獎得主的計畫 比如說這個 各位剛剛看到的 如果你覺得那個太優質了 那現在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PHET PHET呢 這裡的計畫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我現在這裡是英文版 但是呢 目前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已經有所謂的中文版 所以如果你打上PHET 然後你可以在網路上面 就可以搜尋到像這樣的計畫 各位看懂我的意思 那如果你有興趣 你現在手機 電腦打上PHET 這些都是跟教育有關的計畫 好 這邊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這邊應該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在今天之前喔 你有看過PHET 這個計畫的可不可以覺得下手 都沒有齁 各位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計畫 裡面包含了數學 物理 化學 還有天文的各項應用 各位 這個軟體 基本上是由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所他起的一個計畫 你們發現 這麼樣的 這麼棒的計畫 如果我們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損失啊 好 這個部分 我們也把它收錄進來了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當然還有很多的一些應用的計畫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應用的計畫裡面呢 還有哪些啊 還有我剛剛介紹的 欸 剛剛介紹的數學 JRB 這邊還有所謂的天文 還有所謂的地理 當然還有所謂的化學 欸 剛剛呢 我們在那個化學的周期表 我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剛剛在後面的桌子上面 有看到那邊有一個 欸 你有看到是不是 好 OK 我們剛剛 你待會可以去那個 飲料那個地方 剛好我們有看到有一個牌子 那個透明的 壓克力的樣子 然後就顯示這個 各位你知道 我剛剛不是跟各位講 我在挪威 就看到了這麼多的軟體 我剛剛這樣數下來 應該超過100個吧 那我剛剛故意開給各位看 有沒有感受到 速度還OK吧 好 欸 各位我剛剛在錄東西欸 我趕快把這個錄的這個部分 先把它停止一下 剛剛錄的這個部分 欸 順便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錄的效果 完成錄製 那完成錄製了之後 當然囉 我們就可以把完成錄製的 這個部分存下來 好 各位你們看一下這個數字 好 儲存供後續使用 好 繼續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好了 我把我剛剛的操作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好 各位一起看一下 好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的電腦 OK 各位這不就是我剛剛錄的嗎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來 請各位感受一下 我剛剛錄的這一段影片 它的流暢度應該還可接受吧 清晰度應該還可接受吧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OK 可是呢 你知道 這樣的一個錄製軟體 在台灣竟然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有這麼棒的東西 各位 這不就是我剛剛的操作過程嗎 你知道嗎 前一陣子我在成大上課 然後呢 在成大上課的時候 他們在上課都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上課的過程錄下來 結果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在上課的時候 希望我們老師一邊在教學 一邊錄製的軟體 你知道是哪個軟體嗎 好 我先把這個關掉一下 OK 好 我把這個關掉 各位應該還蠻流暢的啦 然後呢 你知道 我那個時候在成大上課 他們呢 上課的時候 安裝了一個軟體 叫做OCAM 在座的各位 有用過OCAM這個螢幕錄製軟體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大部分都用這個嘛 OK 好 成大呢 他們也是用這個 可是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要上課的時候 因為他們電腦更新了 要再裝這個軟體的時候 發現了一件事情 阿龍福利位應該很多人 在找免費軟體 應該都有什麼 蟲罐狂人啊 這一類對不對 你知道嗎 當時他們要安裝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呢 各位 很多人呢 你知道嗎 很多人呢 對自由軟體跟免費軟體 都傻傻分不清楚 那我現在要來跟各位 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 在很多人的印象裡面 免費軟體跟自由軟體 基本上都是叫做不用錢的軟體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免費軟體 有些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現在跟我說不用錢 怎麼之後跟我收錢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或者是有些免費軟體 不是說不用錢嗎 對啊 不用錢啊 但是它跳出一大堆廣告 各位 那這個時候 你當然會覺得 人家也要養工程師吧 人家也要生存吧 好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你看我現在看到了 阿龍福利位的 這一個軟體 我看一下 奇怪了 目前在這邊的顯示 不是很清楚 我看一下如果我用 那個Chrome的開啟 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因為我要看到那個圖檔 OK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到這個軟體呢 現在呢我要去看這個免費軟體 這個免費軟體呢 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它除了有廣告之外 另外它在新的版本 發現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放大給各位看 注意 455.0版起 BRT SBC挖礦程式復活啦 也就是說 你安裝了Ocam這個軟體 Ocam這個軟體呢 它又在預設安裝的過程當中 裝了一個 挖礦程式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原來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很多人的電腦 出了狀況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安裝的這個免費軟體 造成這樣的結果 我想前一兩天 柏強好像我跟各位介紹 自由軟體開源軟體的一個概念 自由軟體的好處是什麼 所有的內容是開源的啊 所有的內容 如果它有裝這些 有的沒有的程式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被揪出來的 更容易被揪出來 而不是說你發生了問題 之後才被揪出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的是 你看我們這麼辛苦的用這個軟體 然後呢 你還有可能會面臨這樣的風險 現在呢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為什麼不知道說 還有其他的自由軟體可以使用 那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去思考過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可以齁 好 說到這裡 那我就來繼續往下看 那我剛剛呢 跟各位提到的這個部分呢 我就不跟各位多說了 最後呢 我要來跟各位講的 就是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呢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當時我從挪威回來 我在想 有這麼多的軟體 那到底這些軟體 這麼多軟體沒有人翻譯 那我們當然希望把這些軟體先做翻譯 當然 在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 有一些軟體有人翻譯喔 比如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那個時候我就找到這個軟體 我發現到 周期表軟體耶 各位這個周期表軟體 竟然有人翻譯耶 各位聽到我的意思 各位 各位我們應該小時候都有背過周期表吧 但是在課本上面的 想不到這麼多年前就有一個軟體 那在這個軟體裡面呢 它基本上就有一些相關的一些介紹 什麼原子模型 同位數 雜像光譜 還有更多的資訊 當然更棒的是你還可以什麼 執行計算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應用 哇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到你念大學 念研究所 都還可以應用到的 各位有看到嗎 什麼墨爾質量計算啊 濃度計算機啊 核子計算機都有了 氣體計算機 低定計算機 連聽都沒聽過 方程式平衡計算機 哇 這個軟體這麼複雜 竟然有人翻譯 那我就在想 我們還有很多軟體沒有翻譯 然後竟然有人翻譯了這麼複雜的軟體 那這個時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應該把這些 有來幫忙翻譯的人 來找出來 然後順便告訴他們 我們還有很多翻譯 你要不要來幫忙一下 對不對 OK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 那到底這個軟體 是誰翻譯的 你知道自由軟體有一個好處 就像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自由軟體 基本上就是狗隨意的公益團體 非營利組織 那你會發現到 有錢出錢有利出利 就好像 我們在看很多的廟宇 在蓋廟的時候 有錢的人 你就會在柱子上面 會看到他的名字 有沒有 功德牌坊的那種感覺 好各位 我發現 自由軟體也是這樣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關於這個軟體 那各位你在寬移這個軟體的時候 基本上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軟體的什麼 作者是誰 他要感謝的是誰 然後翻譯是誰 各位 這個時候我就看到 翻譯 這邊好像有一個email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邊有email 所以囉 OK 各位 有沒有發現到 我點了 好 各位 我先取笑一下 因為我現在沒有要寄這個信 各位 當時我就看到 欸 原來這邊呢 可以看到發信給貢獻者 哇 各位 當時呢 我就看到了 看到了什麼 救星 我看到了有一個這個email 我就很高興的email 給這個信箱的人 我說欸柱柱很想要認識你 我看到你的翻譯的這個軟體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做貢獻的人 你看到有人知道你的貢獻 你應該會很開心吧 當然我就把它約出來 OK 各位 你知道嗎 這是我第一次跟網友見面 就是發這一封信 結果你知道嗎 當我約出來之後 我非常的失望 因為 約出來的人 就在現場 那個人 就是Frank 我們是不是可以Frank一個掌聲 好不好 剛剛 這個介紹呢 就是跟各位分享 我這麼多年來 我跟Frank怎麼認識的 就是因為這一個軟體 因為這一封信 我們就解下了 不解資源 好 待會我們聽大家看看 他是怎麼說這一段的 那我想我的時間 都先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待會我們就由Frank 再來跟各位做更深入的介紹 好不好 那Frank 那你先講幾句話 我們在下課休息 好了 你先講一下這個心路歷程 因為畢竟他待會要講的是 跟城市設計有關 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會做這件事情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說跟他結下了不解資源 我不只是把他找來翻譯 你們現在看到的整個Easy Go 就是我現在穿的這衣服 還有你們剛剛看到的 那一百多個軟體的系統 現在主要的打包 負責的就是他 幫大家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再給他一個掌聲 好不好 OK 你還沒有解釋 你為什麼很失望 為什麼 你還沒有解釋 你為什麼很失望 沒有 沒有 沒有很失望 好 就留著 就留著 好 那 各位 其實我自己參與在自由軟體 蠻早的 我大概大學就開始 大概20 1992、1993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參與自由軟體相關的一些事物 像剛才講到的萬榮專案 那個是相當早期 那個已經是我出來工作的第一年 那我跟孫老師認識的確也是 因為他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他不是我第一個網友 我大學我們就在BB的上什麼 我們就看棒球啊什麼 結果早就約了一票網友 可是當時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早期在推廣 在推廣自由軟體 我們碰到很多障礙 就是像剛才講的說 我們現在跟大家講說 你們應該要用自由軟體 不應該用Windows Windows那個東西 你們大家都用大補體 讓盜本上不好 問題是 我們這樣講的時候沒有人要聽啊 因為大補體取得實在太容易了 你要什麼有什麼 也都還幫你破解好 對不對 後來 所以是因為遇到孫老師之後 他讓我看到說 自由軟體的確有另外一個世界 是我們過去沒有想過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說 教育應用 那為什麼教育應用在自由軟體 特別的形成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在差不多98、99年那個時候 我們有剛建了很多電腦教室 所有學校都是電腦教室 然後當時有一種軟體叫做CAI 電腦輔助教學 其實就是類似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軟體 數學、化學 可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是說它的內容有問題 而是在99年那個時候 所有做CAI的廠商幾乎全部倒光光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軟體不賺錢 好 不賺錢的軟體有沒有開發的價值 對商業公司來講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那些軟體 馬上就全部都死了 可是自由軟體 我會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講完這一段我們就下課 這套軟體誰開發的 作者寫在這裡 那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 那請問這個作者為什麼要開發這套軟體 很明顯它不是為了賺錢 對不對 那它為什麼要開發這套軟體 有沒有人有想法 整理它開發軟體的能力 證明 好 那還有沒有答案 還有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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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人舉手 就自己寫一個對不對 對 好 當然我不認識這位作者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的答案 我在很多場合 我們在講這個軟體 特別在講軟體之後 運動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談到說 作者為什麼要寫這套軟體 那我的答案其實跟大家都不一樣 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麼嗎 我的答案是 因為這個作者 閒閒沒事幹 你看你們都不太相信對不對 因為我就會講到說 好 來 那你看一下 感謝 這邊有這麼多的貢獻者 再來 中文化 誰做的 小弟我做的 那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中文化 就是閒閒沒事幹 好不好 當然 我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當然不是因為說 我做了這個翻譯 台灣有十幾萬學生會 因為我收回 拜託各位 今天以前有聽過這個軟體嗎 沒有嘛對不對 講真的 到底誰用誰看 我其實也不是那麼在乎 那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真的就是說 當時我在上班中午的時候 因為我不喜歡趴著睡覺 肚子太大 不喜歡趴著睡覺 所以 就 反正都在用 就翻吧 當時我什麼都翻 化學也翻 物理也翻 文書的東西也翻 我甚至於翻財塊 財務會計軟體我也翻 翻成中文 翻成中文 英文翻成中文 對 所以其實 沒有特別想很多 我沒有特別一個很實際的目的說 我翻了這個軟體之後 十年後我會站在這個牆台上 沒有啊 當時怎麼想得到這些 對不對 都沒有想那麼多 那我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說 其實 自由軟體尤其在早期 當然我們現在開始有比較多的商業應用 早期的開發者 你會發現他們當初為什麼做這套軟體 通常不是因為什麼特別的目的 通常都不是因為說 我現在做了這件事情 五年後會有大公司帶我去上班 不會是這樣子的想 不會是說我為了某一個特定的目的 或者是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才會去做 那這個其實我會牽涉到 我會談到另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各位在場的 有多少已經有小孩 或者是我不知道 我也不調查好不好 我會問說 假設有一天你的小孩跟你說 我想要念哲學系 請問一下你會不會同意 哲學系 會不會同意 同意 好 我跟各位講 當我第一次拋出這個問題 在南投 整個房間停了兩秒鐘 底下冒出一句話 你頭壞掉 就是你頭壞掉了 腦袋壞掉了嗎 這樣子 但是這還不是我聽過最有趣的答案 我聽過最有趣的答案在台南 當時一個媽媽在那邊質疑了一下 然後她就說 那我想我會去叫她雙主修 為什麼要雙主修 好啦 你念哲學可以 但是拜託你再念一個可以賺錢的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都是這樣的想法 那我想就是說 就是自由軟體的世界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的人 其實他在做這件事情 他在貢獻這些東西 其實他並沒有 那麼多的想法 沒有說想要特別賺大的錢 沒有說特別 因為做了這件事情 我可以生什麼很好的學校 沒有 他就是一個很單純 因為我喜歡做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在跟大家談到說 一個價值觀 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就 我覺得我很認同 當時孫老師給我的這些概念 所以我們就一起努力到現在 那當然以各位來說 我們除了介紹這個系統 因為我們認為 尤其是對非營利組織來說 我相信有非常多非營利組織應該 都被授權問題困擾 這個 那這個其實 你會真正去盤點一下 你自己會用到的工具什麼的 你就會發現其實上一個系統 是滿可以滿足大家的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休息十分鐘 我們等一下三點半的時候 回來我帶大家開始認識 什麼叫寫程式 好不好 在場有寫過程式的 可不可以舉下手 4 5 5 好 謝謝 其他都對程式沒有概念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再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我先帶大家玩一個遊戲 然後帶大家實際的去Coding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先定義什麼叫笑臉 OK嗎 你在對機器笑的時候 我可能要請他把這東西拿起來 可是我只跟他講拿起來 上次不夠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先定義什麼叫拿 或定義什麼叫東西 對不對 你要對他要有這樣的細節 所以請 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開始體會到 所謂的寫程式的一個關鍵點 你一定要把細節寫得非常清楚 電腦才會知道他該怎麼做 來 我現在公布答案了 可以嗎 好 來 公布答案 有人畫得蠻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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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人 OK 這也算蠻接近的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就各位體會一下 剛才的程式員 出現的一些落差是在哪裡 他對細節沒有描述很清楚 這就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一樣要留意的地方 好不好 好 來 那有沒有要挑戰第三題 來 請 他先 越後面會越難 好 來 下午請來看第三題 好 程式員已經崩潰了 好 你可以先想一下 OK了嗎 好 來 請各位準備好 各位電腦請準備好 來 第一道指令 紙條直放 好 紙條直放 那個拿方形紙的又要崩潰 方形紙 有人有方形紙 好 沒關係 方形紙的話 沒關係 好 來 第一個指令是紙條直放 好 來 請第二條指令 OK 那你的畫圖範圍是 這個叫描述 描述嗎 OK 你只能下動作 好 那 紙條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 畫一個正方形 好 第二個指令 紙條的上半部分 畫一個正方形 好 第三道指令 在這個正方形裡面 畫三個同心圓 好 在這個正方形裡 畫三個同心圓 又出現一個定義的問題 什麼叫同心圓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用我們的解約去做就好 好不好 好 再來 第四道指令 在紙條的下半部分 畫 我可以引用前面的兩個動作嗎 怎麼說 就是 在紙條的下半部分 畫你第一個動作跟 第二個動作 會不會太複雜 對 這樣可能有點複雜 好啊 那下半部分畫一個圓形 好 第四個指令 下半部分畫一個圓形 好 來 第五個部分 圓形裡面畫三個同心的正方形 同心的正方形 好 那到這裡結束 謝謝 好 來 要開講了嗎 好 來 準備來公佈答案 好 這個應該誤差比較沒有大 因為他剛才同心 對我們人好解憶比較沒什麼問題 不過這邊就是另外一個 就剛講到同心圓是什麼 同心圓 如果今天你要跟他下同心圓 你就要先 在前面先定義好 什麼叫同心圓 OK 幾層的同心圓 諸如此類的 好 那 以我們寫程式的觀點來講 我們寫程式通常會有一個叫做 方法或是叫函數 或叫函式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定義說 好 我現在這個函式叫做同心圓 我要幾 然後我一個參數叫幾個 那我這個定義可能就是 我可能以這裡為原心 然後半徑多少多少多少的 分別去畫一個圓 然後幾層就往再畫幾層 這樣子 各位了解我意思 當定義好之後呢 我對大家下説質疑 我就可以說 好 你在正方形裡畫一個同心圓 這個就是 好 第三題 蛤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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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到這個 你就把它接起來 對 把他接起來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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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會 就是一般我們現在在講的程式就是 說1就是1 說2就是2 你除非特別告訴他要接 不然他不會接 或是你除非特別告訴他不要接 不然他就會接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讓大家體驗一下 那我們最後一個好不好 剛才有舉手 挑戰第四題好不好 再畫下去大家真的 我們再一題就好好不好 來 準備好了嗎 不是 這是剛才那一題 來 第四題 另一個會讓大家電腦崩潰的題目 來 第一個 指令 指令 正方形 什麼 首先先畫一個正方形 第一道指令 畫一個正方形 然後 等一下 不行 正方形 好 第二道指令 第二道指令 平均 切成 一半 切一半 等一下 第二道指令應該是 這應該怎麼說 動作 動作是 在 一條線 在中線 在中線 取一條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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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一條 垂直中線 垂直中線 好 畫一條垂直中線 畫一條垂直中線 在中間的地方 畫一條垂直線 對 中間的地方畫一條垂直線 好 等一下 OK嗎 第三道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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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右邊的上面的正方形 再畫一條垂直的中線 好 第四道指令 好 第五道指令 第五道指令 在 右邊的 在這一個 四分之一的矩形裡面 這已經是描述了 對 在四分之一 在整個大正方形的四分之一 舉行的 一半 的 在右邊 在右邊 你這個描述也太多了 好 一樣 在右邊 畫一條 橫向的 中線 對 再重複一次 沒錯 我覺得 陳世元 可能也沒辦法 對 沒辦法 大家好了嗎 好來 第六道指令 第六道指令 好 一樣在 右上部 右上角 的 正方形 畫一條垂直的中線 好 好了嗎 第七道指令 好 最後一個 在右上角 的長方形的矩形 畫腳 橫形的中線 好 有沒有第八道 完成 好 那就結束 好 謝謝 其實我想我們應該大概都猜得到它的形狀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叫你把它切成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你會很難下 好 來我公布答案 其實就是什麼 切半 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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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對我們人 處理好像很簡單 但是你會發現 當你要寫成程式的時候 好像就很困難了 因為你要定義很多東西 對不對 好 那我想我們先體驗的這四個 我給各位看一下第五題好不好 這一題小學生來就是一團亂 但是到高中的時候 他們發現一個東西可以用 對 坐標 對不對 雖然指令很多道 但是他們會發現 我可以先定義什麼 坐標 所以於是用坐標來畫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難度沒那麼高 OK 但是對小學來講 他這個 了解都是 他是沒有不了解這些東西的 那同樣的 電腦也不了解 所以你一定要先告訴他 你的這五個點 你的坐標怎麼定 25個點 對不對 有些人定這裡是11 有些人定這裡是11 這不一定 但是我們一定要先告訴電腦 這裡是哪一個 坐標 這裡是哪一個坐標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去把這條線點起來 OK 好來 第六題呢 第六題有陷阱 陷阱在哪裡 第六題 第六題的陷阱在於 他的線條有出戲 他的線條有出戲 OK 所以你發現這邊 是三角形沒有錯 但是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他其實有重疊的地方 還有出戲的問題 好 第七題是絕對會讓大家崩潰的題目 對 數字鍵盤 然後你跟大家講說一個數字鍵盤 那大家可能很快畫出來 問題是你要對電腦講的話 你要先定義什麼 一個一個物件要先定義出來 對不對 一個一個物件要先出來 然後你會發現 在這張圖你會發現什麼 這張圖其實是12個性質非常類似的東西所組成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去定義一個共同的 共同的 OK 比方說我們是一個 共同的是兩個長方形所組成的一個畫面 OK嗎 這12個都是這樣 都有這個群 對不對 再來我就定義說 那這12個的差異在哪裡 裡面的東西 我還有分上下半部 對不對 上半部寫什麼 下半部寫什麼 所以呢 像這一種的做法 我們在程式裡面 我們就會定義什麼 定義一個類似叫類別 我們先定一個叫做電話案件 類似這樣的一個類別 然後呢 電話案件就是兩個舉行 然後它有分裡面上半部下半部 然後我們再分別告訴它 這個案件上半部要寫什麼 下半部要寫什麼 我可以這樣聊的意思嗎 上半部寫什麼 下半部寫什麼 那就發現我12個都好 然後我分別把這個東西傳給它 它就會幫我畫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程式的一個基本的做法跟概念 讓大家了解一下 先讓大家自己先當一下電腦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程式開發者很難 這個是一個很不容易的職業 好不好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 這本 這個其實是 我是從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不插電的資訊科學》 它是前幾年我們在 就剛好前幾年有一波熱潮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學程式設計 那時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過 各位有沒有看過 那個歐巴馬總統 上去寫了一行庫 然後說你看我會寫程式設計 對不對 它那個讓全世界掃起一陣那個 這個城式設計的蜂巢 好 那在那個蜂巢當中 我在 國外的一個網站發現這一本資源 這一本資源在講什麼 其實就是 這本書 就是這本書 我那個時候找到這一本書 它是開放可以下載的 然後 它是世衛紐西蘭 University of Bender 四位紐西蘭的資訊科學的教授 Compute Science的教授 那這本書在寫什麼呢 這本書其實在教 Compute Science 換句話說 就是在教我大學研究所在修的那些專業科目 演算法啦 排序啦 搜尋啦 類似這些東西 但是 第一個 它為什麼叫不插電 因為所有的教案都不用電腦 全部都是用剛才現在這樣的紙筆遊戲 或者是做卡片 或者是做一些 先幫你準備好一些教材 都不用電腦 全部用遊戲 第二個 它的對象是六歲以上的小朋友 那我那個時候看我很驚豔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是念資科的 我沒有想到 我以前念到 差點被盪掉的東西 居然可以用這種遊戲來 讓小朋友體驗耶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 這本書 我如果不把它介紹給台灣小朋友 這太可惜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跟陳大的老師合作 我們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 然後我們現在有出版 那這個其實一樣就是 PDF本身是可以下載的 大家可以自由閱讀 那紙本書我們是 就是等於是 其實大家支持的一個這樣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先讓大家來體驗這個 就是所謂的程式 這個地方其實就有講到說 對電腦下命令 通常就要一個語言 但是 通常會完全遵守字面上的意義 即使產生的結果很詭異也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就只知道這樣 說一就是一 跟他講一他就是做一 那常常我們在下載的時候 我們會腦補 自己腦補很多 然後就會產生那個落差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剛才就是用 剛才的圖片其實都從這邊來 你可以看到 那其實 那我會覺得說像這個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大概剩下一個小時 我帶大家去玩另外一個網站 那只是說我們先讓大家對於所謂的寫程式有一個概念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來介紹 我們今天最後要請大家來玩的這個網站 叫做Code Combat 來各位去搜尋一下好不好 直接打Code Combat 好 找到一下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是我當時最推 就是在那一波蜂巢裡面 我最推薦的一個網站遊戲 那這個遊戲呢 我們可以直接 我們可以直接進入關卡 所以當你連進來之後 我們就直接點進入關卡 好 左邊這邊有個進入關卡 欸 怎麼好像沒有理我 喔 網路有些問題 欸 那是連這個好了 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關卡 等一下我看一下關卡 好 點一下那個進入遊戲喔 就會看到上了一個地圖 好 那這個有 這一個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類似RPG 的遊戲 你可以組團 然後你有不同的角色 好 然後你要穿裝備 穿裝備 然後呢 前面幾關是去收集 寶石之類的 後面就開始打怪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關 好 我們先大家就進入這個凱克地牢 來 進入關卡 那基本上 呃 這一個網站呢 它 它算是自由軟體 它在Geehouse上面有 然後它授權是MIT 可是呢 它本身後面的關卡 很多都是要付費的 不過我們以體驗來講 前面幾次夠了 好來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地方 我們從左邊的第一關開始 那在開始的時候呢 點進去進入關卡 你會發現在這邊 它會讓你選角色 那前面幾個角色是我們一開始可以用的 你可以看一下 到這裡的話 就要開始 付費了 有沒有看到 前四個 前四個是可以用的 後面開始付費 不過都沒關係 其實我們就先體驗就好 好來 下一步 這邊有 這邊有沒有看到 Python 我們今天等一下會用Python的漁法 Python漁法 不過呢 今天大家反正就是玩 也不見得 也不用說 一定要印記什麼東西 我們就先用Python漁法 然後呢 下一步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是裝備 一樣穿裝備 好 進入關卡 你的目標是避開監視 然後要收集寶石 右邊有提示 我們要怎麼走 先往右走到這個點 往下走到這個點 再往右可以收集到寶石 對不對 那你實際上要做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開始戰役 這邊開始戰役 點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有程式碼 有沒有看到 奪取寶藏 你可以利用這些技能 寫在中間 這個就叫什麼方法 等一下我放大一下畫面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做方法 這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我們先定義好一些東西 比方說什麼叫做往下移動 什麼叫做往右移動 這是我們已經定義好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應用這些 定義好的東西 來移動我們的主角 各位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 你看到我們 先要先 現在已經走到往右了對不對 他第一行已經先幫我們 往右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下面 就一樣在做什麼 要往下移動 對不對 來 好就 我們就一樣就打入 HERO點 好這個地方 就讓你選了 往下移動 好來運行看看 右下 好到這個點 但還沒完 對不對 我們下一步還要再怎樣 再往右 所以我們第三行就是什麼 再往右移動一次 好下 右 好我拿到這關我通過 OK嗎 好那各位就開始去探索好不好 好這邊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經驗點 那你如果有註冊帳號 你就可以把你的進度保留下來 不過你今天要單純玩也沒關係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一步就可以進到第二關 那每一關都會有 中間他會提示 像這個地方裝備起來 進入關卡之後 中間都有提示你 你可以用的方法有哪些 然後像這個地方他有告訴你 你這一次這個關卡的步驟 先告訴你 移到這裡往下往上 幾乎這邊是 因為這邊有個點 所以下來之後你要往上幾次 兩次 各位自己去嘗試看看 好那 一樣我們用的方法 就在中間 可以嗎 那現在大家就從第二關開始 有問題可以舉手 好不好 大家就開始來探索 那一關一關這樣玩下去 那大家就可以來嘗試 那這其實 現在大家就已經在寫程式了 好不好 現在大家已經在寫程式了 那只是說我們先把這個情境 設的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讓大家去嘗試看看 好去挑戰第二關 你要怎麼樣拿到這五顆寶石 他剛才有提示你 好那大家去做 有問題就舉手 好不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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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到第三關你要躲開 要躲開不能進到中間這個區域 所以你要怎麼做 去想一下 玩過這個之後 στη車 現在馬上就完成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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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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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下左右是根据画面 不是根据玩家的视角 玩家的视角那会困难多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方法前面的hero 然后一个点 那个hero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主角 那他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讲说一个物件 在python里面 它就是一个物件 那后面的那个move right move up 那个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方法 对这个物件 我们有这些方法 那玩到后面的关卡 当你要开始攻击敌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先定义敌人是什么 那个每一个关卡都有说明 你可以先看一下 你要先定义你要攻击的对象在哪里是谁 然后你才能够去攻击 所以就体验一下 把刚才跟我们在玩纸笔游戏的时候 把它结合一下 你必须要对电脑下清楚的指令 那当然这边电脑已经先帮你定义好方位 也就是说这些方法是电脑已经知道的 你可以直接用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同心源 那如果它本来就已经知道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直接去下同心源 对不对 像这个地方什么move right move up 那就是电脑已经知道的 就可以去使用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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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